词的境界 王国伟说 词以境界为最上 还说 有境界则自成高阁 自有名具 词言不虚 王宇称的点降纯便是如此 这首词写的是江南的语景 而且很可能是秋语 秋语可是不少诗人描绘过的 王维的名句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就是 但 唐诗往往一句一景 比如 无边落幕 萧萧下 不进长江 滚滚来 诵词却往往一首或一阙一景 这就比一句一景 更加丰满 也更加细腻 事实上 王宇称这首词 开篇就出手不凡 那语恨云愁四个字 堪称寇人心弦 的确 江南的秋雨总是让人惆怅 尤其是大雁南飞的深秋季节 风雨之后 往往遍地落叶和泥泞 之前则一片暗淡和惨烈 层层堆积的云块 仿佛浓缩忧愁 急促落下的雨剑 分明恨意难消 此情此景 用李清照的话说 正可谓 这此地 怎一个仇字 了地 然而江南 又毕竟是江南 愁云恨雨之下 水村于世 依然吹烟鸟鸟 尽管只是一缕缕 孤零零 又细又小 这些人间烟火 却表现出浓浓的人情味 再看结伴而行的艳航 那坚忍不拔的展翅高飞 岂非刺破浓云蜜雨的 一道闪电 于是诗人的感慨 脱口而出 平生事 此时宁地 谁会平兰意 这里面分明有一层 薄薄的孤冷 伤感和忧郁 孤冷 伤感和忧郁的情调 早就有了 被安史之乱的 仇云恨雨洗刷之后 中晚堂 已是另一番气象 向晚亦不适 曲车登古园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李商隐这首名作 倒进了那个时代 文学艺术对历史变迁 真实而敏感的体验 没错 这里说的 只是有正式的意思 因此这句诗的准确解释是 那灿烂灰 那灿烂辉煌 把大地照耀的 如同黄金世界般的夕阳 正是黄昏时刻 才能感受到的 令人陶醉的美 大唐 即便在走向衰亡之时 也是金灿灿的 但夕阳 毕竟是夕阳 黄昏 也毕竟是黄昏 实际上 安史之乱四年前 大将高先知 在达罗斯败于黑衣大使 也就是阿拉伯帝国 阿巴斯王朝之时 雄心勃勃的大唐 便已经停止了 对外扩张的脚步 平叛二十六年之后 帝国又失去 对塔里木和准嘎尔的控制 达千年之久 从此 万丈豪情 便只剩下一缕孤烟戏 往日辉煌 更是摇刃行如坠 何况 此后还是分崩离析 战乱不止 民不聊生 成头变换大王旗的五代 词在这时大行其道 并非没有原因 被称为诗之鱼的词 原本由歌女演唱 相当于当时的流行歌曲 由于艺术创作 借鉴了外来音乐的手法 节奏旋律 融进了外来音乐的元素 文学结构 也比诗繁复精巧 便受到各个阶层的欢迎 以至于皇帝和士大夫 也填起词来 比如南唐宰相冯延寺 便有这样的名句 风乍起 吹咒一池春水 这个句子确实漂亮 因此好评如潮 传诵一时 碰巧南唐皇帝李景 也好填词 心里不是滋味 便半开玩笑地问 吹咒一池春水 关爱卿什么事 风延寺马上回答 确实不如陛下的名句 李景问哪一句 风延寺答 小楼吹彻 欲生寒 其实李景的词 哪里比得上冯延寺 当时风气 却可见一般 不过 文人默克替代民间艺人 成为词作的主流 应该说还是在北宋 发展方向则有两个 一是以刘勇为代表的 市井通俗路线 二是以燕书为代表的 典雅清历范 刘勇的故事 我们在《大宋革新》里 已经讲过 他可是秦楼主管中 歌女艺迹们的最爱 刘勇也毫不掩饰 自己的情感 他甚至在科举考试 名落孙山之后 用词的方式 写下了这样的情书 小楼身相狂犹变 裸起成从 旧中堪忍主义 罪事重重 虫虫是一位歌迹的昵称 一名应该是虫娘 曾经多次跟刘勇 共度良宵 所以词中才会有 冤亲暖 凤枕香浓 这样的句子 事实上 刘勇填词 并不避讳姓氏 比如 空床辗转 虫追响 云与梦 任以枕难记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 他确实是宋代 最世民化和世俗化 也最接地气的词人 燕淑和欧阳修 就不会这样 这两位是堪称 宋词之组的 正是他们 把词这种流行歌曲 从夜总会里 请进了大雅之堂 作为典型的士大夫 他们即便写 男欢女爱和风流韵试 也辞笔轻力 气度咸牙 比如欧阳修那首 《快智人口》 被一再引用的 《蝶脸花》 庭院深深 深极许 杨柳堆烟 莲木无虫树 玉乐雕安 游野处 楼高不见 张台路 玉横疯狂 三月木 门眼黄昏 无忌 留春柱 泪眼问花 花不语 乱红飞过 秋千去 从李清照开始 这首词就一直被文学界叫好 然而词的本意是什么 却众说纷纭 我们只知道 故事是以歌楼祭馆为背景的 因为张台路是红灯区的代名词 玉乐雕安则是达官贵人公子王孙的同意语 但泪眼问花的是青楼女子 是担忧丈夫寻花问柳的闺中怨妇 还是别的什么人 不知 也许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作品本身的艺术性 实际上 艳书和欧阳修 可以算是 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对于他们而言 意义或思想 是无所谓的 要紧的是 唱起来好听 写出来好看 以及毋庸置疑的典雅 耐人寻味的眷勇 比如 剑菊愁烟 拦弃路 罗木清寒 燕子霜飞去 明月不安 离恨苦 邪光道小 穿诸户 昨夜西风 凋壁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玉记彩尖 尖尺素 山长水阔 知何处 艳书这首 蝶恋花的词意 倒是清楚 那就是诗人 常常要写的 离仇别恨 而且是男女之间的 这可以从 燕子双飞去 一句读出 但他们的关系 究竟是夫妻 还是情人 却不甚了然 作者也无以交代 不过这没有关系 正如我们完全用不着弄清楚 杨柳堆烟的意思 是杨柳之上烟笼物罩 还是杨柳像烟雾一样堆着 也无需知道 那家书或情书 为什么记不到心上人的手中 很可能 他只是恨不能及时记答 诗无打鼓 作者未必在乎我们怎样解读 写出绝妙好词来 才是目的 所以他们也会无病呻吟 比如 小镜红夕 方焦绿变 高台树色 阴阴线 春风不解 浸阳花 蒙蒙乱扑 行人面 翠叶藏鹰 株莲隔宴 炉香敬竹 游丝转 一场愁梦酒醒时 斜阳雀照 深深远 这首《踏缩行》 也是燕书的名作 主题词是仇 但我们实在不知道 此宫何仇之有 他生活的人宗朝 可是北宋的太平盛世 本人则是养尊处优的当朝宰相 又有太祖皇帝 优待士大夫的祖宗家法护着 哪来的仇梦呢 也许不过贤仇而已 或如新奇极所言 未负心词 抢说仇 然而燕书 毕竟是写出过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 燕归来名剧的大家 这首词的艺术品味 也毋庸置疑 春风不解 浸阳花 蒙蒙乱扑 行人面 一场仇梦 酒醒时 斜阳雀照 深深怨 无论场景的描述 还是意境的营造 都经过苦心刻画 和精心设计 却又妙趣天成 不着俯衡 还有炉香镜竹 游丝传的静 堪称一字千金 静是听觉的 不是视觉的 或者说是没有声音 不是没有动作 动作是转 是炉香追着游丝传 这种转不是旋转或飞舞 而是游走或飘移 并且漫无目的 漫无目的 才天真自然 也才意味无穷 何况 上品的炉香 并无烟火 因此这七个字的意思是 看不见的炉香 静悄悄地追随着游丝 漫无目的的飘移 一如作者 那无可名状的贤愁 尽管我们并不欣赏 这种贤疾无聊 却不能不佩服 作者的功力 和造诣之身 没错 他把听觉 视觉和嗅觉 融为一体了 这就让我们想起了 宋奇的名句 红杏之头 春意闹 红杏之头 兴致盎然地春意 欢天喜地地喧闹着 株连之内 无所用心的炉香 悄无声息地游走着 这可是怎样的诗情画意 至于宋奇的闹 和艳书的静 看起来刚好相反 实际上异曲同工 即都是只用一个字 连境界全出 这种创作方法 就叫炼字 炼字是诗中就有的 比如春风又绿 江南暗 篇词当然也一样 比如云破月来 花弄影 很显然 炼字就是精心选择 关键词 由于需要千锤百炼 和反复推敲 所以叫炼字 这些词往往是动词 比如 红杏之头 春意闹的闹 或云破月来 花弄影的弄 而春风又绿 江南暗 则是形容词作动词用 故尤为可贵 至于炉香静竹 游丝传的静 虽然是副词 却同样境界全出 这样的字 就叫诗眼或词眼 即诗词的眼睛 眼睛亮就有灵气 诗词的名句 也往往这样练成 于是宋奇便有了一个雅号 红杏之头春意闹上书 而张仙则因为 无数羊花 过无影等名句 成为北宋词坛 无法忽略的重量级人物 然而那意境 却是清 清歌漫舞 是北宋前期词的主旋律 大多数词人都继承着 晚唐五代花间词的传统 以披风抹月为能事 艳遇贤愁为主题 武谢歌台为场地 浅真低唱为当行 基本倾向正如宋奇所言 为君持久劝邪阳 且向花间留晚照 例外当然也有 比如范仲淹的瑜伽奥 赛下秋来 风景意 横阳艳去 无留意 四面边生连脚起 千丈里 长烟落日 孤城壁 浊酒一杯 家万里 焉然未乐 归无忌 枪管悠悠 霜满地 人不昧 将军白发 争拂泪 这首词是范仲淹 在抗击西夏入侵的 边防前线所写 比例之囚禁 气氛之悲凉 不要说艳书和欧阳修 从未有过 在作者自己的词中 也都是异类 那萧瑟秋风中的 满目苍凉 重鸾叠帐中的 孤城要塞 枪敌胡家里的 木马碑鸣 如霜月色下的 吹角莲莹 可谓迥异于 同时代的 花前月下 柳绿桃红 不但让人耳目一新 也识破天惊地 预示了宋词的革命 革命早就悄然发生 比方说 在攀浪描写 前唐朝的九泉子中 便有这样的词句 弄朝而向 掏头力 手把红旗 旗不失 毋庸置疑 这是另一番气象 王安石那首有名的 《贵之香》 当然也是 不过 这些都是凤毛麟角 事实上 吟风弄乐的青音乐 仍将演奏下去 直到南宋末年 然而 宋词如果只有 这样一种调调 是不可能与唐诗 等量其观的 更何况 词的格式 既然提供了 艺术创造的 无限可能性 题材和风格 就不会局限于 狭窄的范围 只不过 真正的革命 要等到天才人物的出现 没错 这位天才人物 就是苏氏